好 接下来的一个关系就是纽约法拉圣凯辛纳公园树林里面 最近发现一具残骸 经过纽约市警局数小时的调查之后 初步确认包括头骨还有四肢都是人体的残骸 纽约警方表示初步估计死亡时间至少超过一个月 加上尸体被人严重的分解 因此很难确认死者身份 要等到法医勘验之后才能够得知 由于2015年的时候 华谊女子马清清遭到割喉颇复案 同样也是在这个公园里面 因此警方将深入的追查